球打過來 切球 取球員做球給二號位 二號位跳起殺球 球碰到瘋王眼的時候出界得分 104年走西鄉青春排球賽 共有來自鄉內各部落 9個青少年組成的隊伍參賽 比賽分難以組進行 主要就是讓我們的年輕人 回來了以後有正當的休閒 讓他們能夠在部落裡面 能夠凝聚 讓我們的老人家也有機會 享受年輕人的一種活力 所以我想我們主席鄉 將來的年輕人加油 我們會盡量的來照顧大家 球賽開賽前 大會特別先舉行開幕祈禱會 勉勵所有的青少年 農曆春節過年期間 部落一般會舉辦家族祭會 年輕人在沒有活動的情況下 會尋找同學或朋友相繼遊玩 歡樂喜酒 可能發生不良的行為 慣例期間有球列活動比賽 不但能展現體能 也能以其他的青少年聯繫情感 參與的青少年都表示有意義 就是感覺很興奮 然後又可以運動 然後又可以租進各個村莊的交流 趁這個時間大家都回來 然後我們一樣 大家都很是 帶著一個開心的心情來到這邊 然後我們一起從 可能在外面工作的人 或是讀書的人 然後趁這個機會 一起回來這邊 然後跟我們在這個地方 去跟大家一起聚聚這樣子 相公首表示 未來過年期間 將持續辦理有意義的球列 或應驗會的活動 提倡正當的休閒活動 讓里外的族人回饋岩香 接著訪問了花蓮卓西採訪報導